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夫奇车 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是万代这一阵子推出的一套盒碗 一次三个一块下单 黄金战士 他们是一群可以变成打火机形态的机器人 当然他们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30公尺 那平常的时候可以变成打火机的大小 这部动画片在我小时候应该是 可能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播的吧 而且它是礼拜六下午播出 我没有每一集都看 剧情也差不多都快忘光了 那这种有年代的动画 这个有时候还是能引起我们这些中年大叔的功名的 那它一共有三个配色 金 银 铜 那我们的话呢 已经这个 我已经拆出了第一个银色 从盒子的外观你是看不出来 它是哪一个 假活你只能够乱抽 那我第一个抽到了金色 那我抽了第二个 铜色呢就拿出来了 这里头呢 应该就是银色的家伙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 先来看一下 它的打火机的形态 就是 其实我是没有抽烟了 这个从哪里开我也不知道 那整个外观的话呢 就一个方方正正的样子 很沉 它里头呢 这一块不见 你一摸就知道 是金属不见 非常冷啊 那摇晃一下呢 里头有零件会移动 那是你因为拳头是在里头的 那这是它金色的版本 那它的可动的话呢 给各位稍微展示一下 它的手的话呢 360度的转动啊 无法做其他的平局 侧面平局不行 二头机也不能转 拳头的话呢 是组装上去的 我手上的这一款 它的拳头这一边比较松 我暂时里头多塞一块透明胶带 那我可能会再用一点快杆 把它稍微强化一下 那脚的话呢 因为有合进步点 所以就很沉 但是带来的后果 也就是比较松弛 而它呢 本身的塑胶 其实加上电镀的关系 并不是非常的稳固 我感觉这一带 可能稍微有点小脆弱 当然你这样捏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时代久了之后 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那整个电镀件的腿 小腿后面 里头是空洞的 变形的时候呢 腿是需要折到身体内部去的 那具体来讲 如果变形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一块 我们直接把它拆出来 用它来示范一个变形好了 那这侧边的话呢 也是有写上去的 好了 那我最近这一两天 我会尽快把把这个 心力再回到更新变形金刚上面 因为前两天呢 去参加了高雄的一个 博尔场的一个场次 那因为上面我们有 我自己有这个拍摄的写真集做贩售 那已经全部卖完了 谢谢大家 所以这期不是特别做什么广告 因为已经全部卖完了 好 那这个是银色的打火机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而且我觉得银色看起来很好看 感觉质感特别好 可能比金色的还要有趣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变形成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家伙 那你打开啊 从这个地方 是要把它给打开的 那你打开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能够感觉到说 这个塑胶的部分呢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你打开之后的话呢 一双拳头会掉出来 没有关系 拳头我们就暂时让它下来 然后头啊 这个地方要拔下来 然后翻转 180度之后 再把它给扣回去 手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从侧边这里 给打开来 其实我本来以为 它有没有机会 可以一体变形 那后来发现并不是 打开之后的话呢 要把它的这个手啊 做一个反折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反折 不用反折 讲错了 就是再把它翻到外侧就可以 把它扣上去 那你会发现呢 没有很好扣 因为呢 它这个手啊 你是可以往外面 拉出来一点点的 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的话呢 手臂将无法组合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好像也有类似 这样子的一个盒碗 但是没有这么精致 它就直接是黄色的塑胶而已 没有这么样的 大量的电度 而且我记得当时 也是一个拔叉的变形 所以我拿到这颗 这个盒碗啊 虽然它不能够一次一体变形 可是呢 有带给我童年的感觉 那我自己今年四十 四十五四十六岁了 瞬间的话呢 觉得有很多 聊起很多故事 动不动是二十年 甚至三十四十年前 所以真的是觉得 自己年纪 真的也是慢慢的大了啊 好 那最后的这个拳头啊 很可惜呢 它的附带的呢 就是拳头 那我们知道 这个黄金战士 它的必杀技是手刀 对不对 但是它只有附拳头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啊 我那个金色的啊 这个手臂这个地方比较偏松 银色这款还好 但是总体感觉还是这边的光泽 这边的密合度比较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个腿因为太重的关系 所以它是无论如何 都会稍微去晃动一下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它这万代推出的一个 黄金战士的盒丸 我三套一起收 因为我是很早就预购了 三套加预备不到台币一千块 九百多块钱就买到了 那这个买不买 都看你个人了 因为我小时候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小学不到几年级的时候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 都会准时收看 那还是有一点童年的一个 回忆在里头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